我每月六千退休金 却想早点离开七旬老大爷的哭诉 让人悲哀 常常听人这样说 有钱的人生活都不会难过 以前我也觉得这话挺有道理的 虽然都说谈钱很庸俗 而且有些东西金钱也买不到的 但是在这个利益社会 有钱总比没钱要好过 然而 一位退休老人的哭诉 却让我改变了看法 这位老人叫秦大爷 他每个月领着六千元退休金 有房有车 儿女双全 但他却常常抱怨晚年生活难熬 想早点离开 按理来说 每个月稳定六千元的退休金收入 在我们这个四线小城 可以活得很滋润的 为何秦大爷会想着早点离开呢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下面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番 以下是秦大爷的字数 今年刚好七十岁的我 从电厂退休下来九年了 退休金也涨到了六千元 按道理 活到这把年纪的我 有车有房有儿有女 每个月又有一笔不菲的退休金 可以说是十分幸福的 然而我的晚年却一点也不好过 就在这两年 我真的很想早点离开 真的太难熬了 说出这番话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很可笑 认为我都拥有这么好的经济条件 还会想不开 那没退休金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打工人 不得没办法活了 其实 如果你们来经历了我现在的生活 或许就能明白 我为啥会想不开了 说起我的难熬 还得从八年前说起 八年之前 我们两口子是过得还挺幸福的 早早买了两套房子 手里的存款也有几十万 还有我们俩的退休金加起来 也一万多 那时候 我们不依靠儿女 并且同时赡养两个老人 我的母亲和岳父 都可以活得很好 那时候 我的岳父瘫痪在床好些年了 除了大脑清醒 四肢都是不能动的 老伴那边只有两个姐姐 并且都早早去世了 只剩下他这么一个女儿在 我们就不得不负担岳父的一切 而我家里还有个老母亲 所以老岳父那边 我和老伴就请了个保姆去伺候 每个月四千元的保姆费 我们也承受得起 岳父本身也有退休金 每个月三千元 就拿来给他自己生活开销 我和老伴呢 就在家伺候老母亲 我们俩剩下的退休金 也可以让我们三人过得蛮不错的 即使有病有灾都能扛得住 原本这样的生活挺好的 可是老天却很无情 让我没法好过 八年前的一天 老伴疼痛难忍 去医院一查 结果是癌症 为了救治老伴 我卖掉了一套房子 但治疗到一半 老伴还是离开了 失去了老伴 我们家的生活就不再安宁了 岳父那边每个月要四千元开支 而我当时一个月才五千五百多的退休金 给完岳父那边的保姆费 我这边就不好过了 母亲每个月吃药打针 又要一千多 我们母子俩生活费又要两千多点 每个月无病无灾 我就要花掉三千多 那会幸好儿子还算孝顺 每个月会打一千元给我 还有我当时手里也还有二十来万存款 可以让我应付一下 但是人越老就越多病 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 也把我累倒了 四年前 我得了糖尿病 也成了天天离不开药的人 其实这个也是早就有发现的 因为母亲就是糖尿病患者 早早去世的大哥也是糖尿病走的 所以我也没办法幸免 自己生病了 照顾其老人来 不仅力不从心了 这经济也快不行了 当时很多不知情的人 都劝我放手 把两个老人交给其他兄弟姐妹去照顾 尤其是岳父 大家都说 这本来就不是我做女婿应该操心的 以前老伴还在时 我是要辅助老伴去赡养岳父 如今老伴走了 我就得狠狠心 不要去管了 可是人心都是肉掌的 哪能做得到狠心 还有我也叫了他几十年的父亲 过去也挺支持我的 我更不可能让他这么无依无靠 说到我的老母亲 有些人也叫我 为何不让其他兄弟姐妹赡养 或者为啥不让我的儿子一起负担 其实 我的家庭很复杂 也很凄凉 一共四兄妹 大哥二十年前糖尿病走了 我有个弟弟是残障人士 无儿无女 一个人在农村老家生活 以前她年轻时 还能自力更生 如今年纪上来了 只能靠低保过日子 我的妹妹呢 早早远嫁 以前年轻时 会偶尔回来看望母亲 如今她也做了奶奶 身体也不是很好 就很少回来了 最近一次 还是在我老伴的葬礼上 而我虽然也生育了一双儿女 但说来也惭愧 过去老人的宠溺 加上环境的影响 两个孩子都没啥出息 女儿高中毕业 就跟人结婚了 女婿是个半调子 没啥本事 全靠女儿支撑一个家 所以 女儿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给别人家养的闺女 除了我们接济她 她真的没啥回馈给我们的 我的儿子呢 虽然说是中专毕业 学了一门修钟表手艺 在过去二十多年前 刚出来开店时 她也确实挣了不少钱 但是往后这十来年 电子科技的时代 她就被新时代淘汰了 如今跟儿媳在大城市 开了电器维修店 养着两个孩子 也是勉勉强强过日子 以前老伴刚走 儿子倒是孝顺 会给我一千元生活费 可几年前 他们两口子咬咬牙 在外面买了房子后 加上两个孩子读中学 开支大了 就没有继续给我钱了 甚至 也为了拮据生活 很少回来看望我 过年也都是一家子 在外面度过的 所以 我谁都依靠不了 两个老人也没办法 托付给其他人 只能自己扛着 过去好些年 我倒是可以勉强支撑着 而这两年 环境的影响 保姆费的上涨 和两个老人病痛的恶化 真的让我快支撑不住了 尤其是去年 88岁的岳父生病住院了 由于环境特殊 照顾他的保姆 不愿去医院 家前都不去 无奈我只能自己去伺候 而老母亲 就叫我的侄子过来照看下 但年轻人也是怕事的 不愿陪老人过夜 只能白天照看下 晚上我还得医院家里两边跑 幸好自己有车 也幸好两边老人晚上都不闹腾 要不然我真的要崩溃 可是岳父一住院 还是把我的积蓄薅得差不多了 请保姆也就不行了 只好把岳父接到我家里 我一个人伺候两位老人 这样确实节省不少钱 但也把我累得不行 母亲自己还能动手吃饭 但岳父却要我一口一口地喂 有时候还得帮他排便 按摩等等 从早忙到晚上 只有他们睡着了 我才能片刻地休息 我以为两位老人到了九十多岁 差不多就完事 可他们即使疾病缠身 机能也一天不如一天 但还是人却继续长寿着 虽然说出这样话 让人觉得大不孝 但是我真的是被生活折磨坏了 想着照顾长辈 是我没法逃避的 就认了 但是我自己也老了 身体也不大型 还要继续照顾这两个老人 并且无人依靠 也无人帮忙 这就让我很是煎熬 平时我们三个都相安无事 无病无灾 倒是能让我扛得住 可一旦有人生病 就难办了 就像前阵子 过着年 母亲突然腹痛难忍要去医院 而岳父这边又离不开人 儿子又没回来过年 住在附近的侄子又回老家了 左邻右舍认识的人 都一家人过着年 又不好麻烦 当时束手无策 又无人帮忙的情况之下 真的让我有一瞬间 差点崩溃 差点就想不干了 后来没办法 先叫来救护车 把母亲送去医院 然后再自己开车 载着岳父跟到医院去 差不多我们三个 就在医院度过了新年 虽然我现在的退休金 涨到六千多了 岳父的退休金 也快四千了 基本可以满足 我们三个人正常生活 但是我却还是过得煎熬 自己老了 也想要人照顾 可到头来 却还要去照顾两老 并且两老又还带病长寿 这换作谁都很难承受吧 所以这几年 我有过好几个瞬间 想过早点离开 觉得离开了就是解脱 但清醒过来 感觉母亲和岳父还在 我真的无法忍心 抛下他们 只能继续得过且过 过一天是一天 二婚老半过世 我想走妓子 却给我一张卡 谢谢你照顾父亲 这么多年 讲述人 六十八岁的秦阿姨 我是个苦命的女人 今年六十八岁 没有工作 也没有退休工资 有个儿子在老家镇上 做工挣钱 原配老伴早走了 四十五岁那年 他跟我要钱出去喝酒 我身上没钱 他当着儿媳和孙子面 把我抱打一顿 实在没脸再活下去了 我跟儿媳要了点钱 说是去看病 实则离家出走 在老家 听说到城里 做保姆挣钱 不仅有地方居住 还有不少的工钱 通过我们村里 大姐介绍 我在六十三岁 刘大爷家 做住家保姆 当时 刘大爷的身体很好 家里的老伴 卧床不起 需要一个 二十四小时的保姆 近身照顾 当年每月 给八百多块钱的工钱 管吃管住 节假日还给红包 过年还给买衣服 我出来的第二年 我家老伴因喝酒 在倒水塘里走了 后来 家里的房子和土地 也被征用了 儿子儿媳带着两个孙子 在镇上居住 做工 照顾卧床老大爷老伴十年 刘大爷家有一对儿女 儿子在省城上班 女儿在国外定居 老伴因病卧床不起 我在刘大爷家主要负责照顾 刘大爷老伴的生活起居 刘大爷帮着买菜收拾家务活 其实 刘大爷家这点活 对于我们常年 在家劳作的女人来说 都不是个事 所以 刘大爷把食材买回来后 我经常让他出去 跟外面的大爷大叔玩 别总在家里 对身体不好 时间长了 城里人会说些风言风语 尤其是看到 我跟刘大爷一起出去买菜 或者我陪伴着刘大爷 去医院拿药 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嘴里就会有各种不堪的话 这些对于我来说 都不是事 可刘大爷老伴 听在心里 就是个事 每次我推着他 出去晒太阳 就会有人明里暗里地 跟他说些没有边际的话 每次刘大爷老伴 听了这样的话 都跟我折腾 不是用手掐我 就是故意在家时换我 吃饭的时候 还故意把我 喂他的饭土到我的脸上 嘴里还骂句 不要脸 照顾刘大爷十三年 刘大爷看到老伴这样折腾 就会替我说好话 他越是替我说话 他老伴对我折腾得越狠 有次给他换尿不湿的时候 他把我后背都拧掉了一块皮 疼得我都流下泪 为了生活 也为了生存 在照顾刘大爷老伴的十年里 我是受尽了屈辱 也受尽了折磨 其实 刘大爷和他儿女都知道 我不敢轻易辞职 他们就用不断掌工钱安慰我 刘大爷老伴走后 他跟我说 让我别走了 留下来继续照顾他 工钱照旧 我来刘大爷家的时候 他才六十三岁 十年的时光 他不过七十三岁 可却老了很多 此时 我老伴早走了 孙子们也长大了 我回去 也是他们的累赘 就同意了刘大爷的要求 继续给他做陪床保姆 也就是 对外说是保姆 关上门是搭伙老伴 每月拿工钱 也干活 我陪伴刘大爷十三年 这期间 刘大爷做了两次大手术 都是我一个人 忙前忙后的陪伴照顾 刘大爷走了 他儿子给了我一张卡 刘大爷的儿子回来 看望几天就回去上班 女儿是多少年 才回来一次 他们知道 我是真心对刘大爷好 在钱上 从来不让我吃亏 刘大爷最后 弥留之际 他抓着我的手 眼睛看着他儿子 嘴里却说出话来 他儿子就趴在他耳边说 爸 你放心 我会妥善安排 好勤阿姨的晚年 也许是听到 儿子的承诺 刘大爷是带微笑走了 我木然地在家 收拾自己的行李 这个我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家 我舍不得走 但我也不能对刘大爷儿子 说出来 等刘大爷儿子 办理完所有的事情后 我跟他提出走人 谁知 他不仅不让我走 还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告诉我 卡里有十八万块钱 这套房子 我可以住到百年后 他再收回 他跟我说 这是刘大爷的临终交代 让我不要太过伤心 他知道我对刘大爷的感情 还感谢我对他父亲 这些年的照顾 我说 这些年 刘大爷一直给我工钱 他并不欠我什么 房子我可以住着 但钱我不能拿 刘大爷儿子说 大姐 如果没有你这么多年的照顾 我父亲的晚年 不会过得这么舒心 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 您就拿着吧 善良的人 终会被生活温柔以待 秦阿姨的善良 以及真诚待人 让刘大爷感动 也让刘大爷的儿子感动 所以 即使秦阿姨跟刘大爷之间 是雇佣保姆关系 但人心都是肉掌的 知道谁才是真心 对自己好的人 刘大爷的儿子 能够把房子 让给秦阿姨居住到百年 也是他的善心 他给秦阿姨 十八万的银行卡 是对秦阿姨工作的认可 以及感恩 金钱第一 物质至上的年代 还有刘大爷 儿子这样的人 以及真心善待雇主的秦阿姨 我觉得这是善良 遇到了善良 弟弟打电话骂我 你每月有八千退休金 为什么不能多拿一千给妈 每个人的一生 都会遇到些许的不宫廷 即使是在自己的家里 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宫廷的现象 令人无语 五十五岁的张阿姨说 最近在她的身上 就发生了一件极其不公平的事情 这不公平的事情 还发生在自己的家里 让她感到特别的气氛 张阿姨 我今年五十五岁 年初的时候 我办理了退休手续 我每个月的退休金 有八千块钱 这样的收入早就在我的预料之内 内心没有丝毫地波澜 在我所在的城市 每个月八千块钱的退休工资 属于中上游水平 可是 虽然我的退休金很高 但我的钱仍然不够花 我的老公在五年前 因为得了癌症 而匆匆离开了人世 老公去世之前 为了给他治病 我不仅花光了家里全部的积蓄 还找熟人 借了很多的钱 老公去世那年 儿子正在读大学 为了筹措老公的医疗费 还有儿子读大学的费用 我可谓是操碎了心 老公去世以后 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才把所有的债务还清 现如今 已经参加工作的儿子 说他谈了女朋友 想要尽早和女朋友结婚 在我们当地 父母如果没有给儿子准备婚房 女孩子的父母 绝对不会让女儿 嫁到这样的人家 男女双方结婚的时候 男方的父母 不仅要给儿子买房 还要给女方家里 至少十万元以上的财力 刚把债务还清的我 兜里鼻脸还要干净 我理解儿子 想要结婚的急切心理 那个女孩子 我见过 她确实是一个 不错的结婚人选 若是因为没房 导致女孩嫁给了别人 儿子肯定会很伤心 为了让儿子 能够尽早结婚 我打算在退休以后 找一份能挣钱的工作干干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尽快存到买房的首付 至于给女方的彩礼钱 我打算先找人借着 等到儿子办完了婚事 我再慢慢还钱 那天 我在熟人的介绍下 去一家公司应聘会计 退休以前 我是单位里分管财务的领导 对于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 可谓是驾轻就熟 我正和招聘的负责人聊着呢 就接到了弟弟打过来的电话 我告诉弟弟 我现在正忙着 待会儿给你回话 说完我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和招聘负责人沟通工作细节的时候 弟弟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进来 非常影响我的思路 为了避免自己的思路被打断 我只好把手机关机 和招聘负责人沟通完所有的工作内容 离开了公司以后 我就给弟弟回话 问他找我有什么事情 弟弟劈头盖脸地骂我 说我太过分 不仅挂他电话 还把手机给关机了 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我跟弟弟解释 说我当时正忙着谈重要的事情 不方便给你打电话 我现在不是给你回电话了吗 有什么事情你赶紧说 我还有事要忙 弟弟听到我这样说 更加不乐意了 说你都退休了 每天都不用上班 还有啥可忙的 你不就是认为自己 每个月有八千块钱的退休金 认为自己很牛 就瞧不起人了吗 弟弟的话 让我很诧异 说你从哪里听说 我每个月有八千块钱的退休金 弟弟说 我从哪里打听到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从下个月开始 你必须每月给爸妈三千块钱生活费 一分钱都不能少 听到弟弟这样说 我一下子急了 说以前不是每个月给爸妈两千吗 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要涨到三千 弟弟说 就凭你现在每个月 可以领到八千块钱的退休金 你这么多的钱 不孝敬爸妈 留着何用 弟弟的话 彻底地把我激怒 一想到 我儿子买婚房都没钱 弟弟居然狮子大开口 一要就是三千 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对弟弟说道 让我每个月给爸妈三千块钱 这是 你想都别想 如果这钱 真的给爸妈用了 我没话说 可是 傻子都知道 爸妈从我和妹妹那里拿到的钱 全都花在了你的身上 你身强力壮的 凭啥自己不挣钱 却要我养你 弟弟不承认 说他没有花爸妈的钱 我质问弟弟 你和弟媳妇自从结婚以后 就没上过一天班 天天都在家里玩 地里的农活 也是爸妈干的 你自己说 若不是爸妈拿着我和妹妹的钱 把你养着 你怎么活 弟弟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他恼羞成怒道 你挣得那么多 给我花点咋了 爸妈把你培养上了大学 你才有了这么好的工作 才能挣到这么多的钱 你理应为了这个家 多付出一点 弟弟的话 让我啼笑皆非 当年 我能考上大学 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 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也是我自己勤工俭学赚来的 没有要爸妈一分钱 我上大学那会儿 爸妈不仅没有给我一分钱 还经常找我要钱 爸妈说 家里的日子过得不宽裕 我我在城里挣钱容易 让我每个月 给家里五百块钱 他们的日子也就能好过点 那时候的我 心思特别单纯 父母让我给 我就给了 其实 我的大学生活 并不像父母想象的那样美好 我不仅要完成学业 还要四处奔波赚钱 每天都累得像死狗一样 根本没有娱乐的时间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 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妹妹和弟弟的学习成绩 都没有我好 他俩读完初中以后 就辍学在家务农 妹妹出嫁那年 爸妈找妹夫 要了五万块钱的彩礼 那时是九十年代 平均工资 只有一千元左右 很多家庭 连一万块钱的存款都没有 妹夫给我爸妈的彩礼钱 全都是借来的 结婚以后 妹妹和妹夫攒了很多年的钱 才把债务还清 为此 妹妹诸多抱怨 说爸妈要了那么多的彩礼钱 却没给她置办嫁妆 每次别人问起嫁妆的事情 她都没脸说 虽然我比妹妹的年纪大 却比妹妹晚结婚 农村人结婚早 我大学毕业那年 妹妹已经生了孩子 我是二十六岁那年 和老公结婚的 结婚的时候 爸妈说 我和老公的学历高 收入爷爷不错 就让老公给他们 十万块钱的彩礼 爸妈说 我和老公以后 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这十万块的彩礼钱 对于我们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弟弟还没有娶媳妇 我这个当姐姐的 理应帮衬着点 爸妈对弟弟的偏心 是放在名里的 从小到大 我和妹妹的待遇 都和弟弟有着本质的不同 弟弟虽然年纪比我们小 却都是穿的新衣服 而我和妹妹的衣服 全都是表姐们穿小不要的 吃饭的时候 只要家里有好菜 那么这盘菜 必定要放在弟弟面前 若是我和妹妹 多年了几筷子 就会被爸妈责骂 说你俩是姐姐 怎么就不懂得 让着弟弟呢 你们把菜都吃完了 弟弟吃啥 父母早就说了 他们所有的财产 以后都是要留给弟弟的 我和妹妹 想都不要想 爸妈指的财产 就是家里那幢三层的小洋楼 这幢小洋楼 是花得我和妹妹的彩礼钱盖的 分家产的时候 我和妹妹却没分 在爸妈的眼里 家里所有的东西 哪怕是一根针 那也是弟弟的 和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自从我参加工作以后 父母就已自己老了 干农活太吃力 收入减少为理由 让我和妹妹 每人每月 按时给他们生活费 那时候 我每个月的工资 还不到两千块钱 每个月还有房贷要还 根本没有多少剩余的钱 妹妹和妹父在农村搞养殖 收入不稳定 遇到年成不好的时候 还会亏本 我和妹妹跟爸妈商量 让他们再坚持几年 等到我们的日子宽裕了 再给他们生活费 爸妈不一 吵着闹着让我们给钱 他们说 若是我和妹妹 不给他们生活费 他们就天天去我们两家闹 看我们还给不给钱 万般无奈之下 我和妹妹只能答应 每人每月给父母三百块钱 每隔几年 爸妈就让我们给他们涨生活费 到现如今 我和妹妹给爸妈的生活费 已经涨到了两千元每月 爸妈拿着我和妹妹给他们的钱 给弟弟盖了房 娶了媳妇 弟弟一家三口 都靠爸妈养活 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 我的心里非常清楚 爸妈从我这里要到的钱 全都花在弟弟身上 于是 尽管我的收入很高 也不敢告诉爸妈 担心他们找我要更多的钱 因此 每次爸妈问我的收入 我都是减半说 我不是不愿意孝敬父母 但父母把我的钱 全都花在弟弟身上这一点 让我很不开心 我心想 弟弟身强力壮的 自己懒得做事 凭啥要我养 我挣的工资 也是血汗钱 又不是打水漂来的 如今 弟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 我每个月的退休金 有八千块钱 就逼着我给爸妈 涨生活费 我认为 我绝对不能惯着弟弟 若有了第一次 就不愁第二次 以后就会没完没了 我对弟弟说 虽然我每个月的退休金 有八千块钱 但我的开销也很大 在城里生活 哪哪都要花钱 根本存不下多少钱 更何况 我儿子还没结婚 花钱的地方 还多着呢 我告诉弟弟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和妹妹给爸妈的钱 全都花在你身上了 这些我都不计较 爸妈愿意给你花 我也没啥好说的 但是 若是你贪得无厌 想要从我这里 拿到更多的钱 趁早死了这份心 弟弟听了我的话 顿时恼羞成怒 他说 每个月给爸妈三千块钱 这件事 爸妈是知道的 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若你不愿意给钱 那么 以后就别想踏进娘家的大门 我对弟弟说 不去就不去 我又不靠别人养活 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不让我回娘家 我开心还来不及 正好省钱了 说完 我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几天后 就到了 我给爸妈生活费的日子 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 按时给爸妈打钱 爸妈没有收到钱 就给我打电话 问我为什么没有给他们打钱 我告诉爸妈 弟弟让我以后别回娘家了 既然弟弟都这么说了 那么就按照他说的办好了 以后 你们就靠弟弟养活了 听到我这样说 爸妈立刻就急了 一叠声地说 你可千万别 我知道 弟弟让你每个月 给我们三千块钱生活费 你生气了 以后 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 你每个月给我们 打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认为自己 不能立刻答应爸妈 他们若是见我好说话 肯定会继续给我加码 这样想着 我当时就没有答应他们 说我需要考虑几天 再做决定 第二天 爸妈就拎着两只 家养的土鸡 找到了我家 说是要给我补补身子 弟弟也来了 灰溜溜地跟在爸妈身后 当着我的面 爸妈把弟弟狠狠地 骂了一顿 又说弟弟不懂事 让我不要跟他计较 既然爸妈已经给我了台阶 我也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 答应像以前那样 每个月给爸妈 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看着爸妈离去的身影 我心想通过这件事情 爸妈应该能够明白 他们不可能再从我这里 无底线地要钱 肯定会为自己存点养老钱 只要爸妈不再像以前那样 无底线地给弟弟花钱 我依然会孝敬爸妈 给他们养老 大家说 我这样的做法对吗 二婚老公没房没钱 还不愿意出去工作 我想再离 可我妈不同意 42岁的廖女士 她说二婚老公 老林不仅没房没钱 还特别懒惰 哪怕穷的都接不开锅 她也不愿意出去工作 让她感到特别苦恼 为了自己以后的日子 能够好过一点 她想和二婚老公离婚 可她母亲却死活不同意 说只要她离了婚 就要和她断绝母女关系 廖女士 我今年42岁 有一个10岁的儿子 我和前夫已经离婚五年 后来就找了一个二婚老公 他姓林 脾气特别好 虽然老林比我大10岁 还没房没钱 但我并没因此就嫌弃他 因为我觉得他的脾气很好 对我超级包容 这是我对他最满意的地方 我的前夫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会对着我大吼大叫 如果我伤有违抗 他就会对我大打出手 和前夫过日子的那些年 我的精神受到了极大摧残 所以我再婚唯一的先决条件 就是他的脾气一定要非常好 老林和我谈恋爱那会儿 对我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我为了试探他的脾气性格 总是故意挑逝 动不动就和他大吵大闹 和他在一起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无理取闹 可无论我怎样作闹 老林都不会厌烦 他总是任由我发泄 一直等到我发泄完毕为止 每次我和他发脾气 他总是笑嘻嘻地看着我 让我火气全无 老林没结过婚 他说自己太穷 又不愿意出去工作 所以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但他向我保证 只要我和他结婚 他就一定会改掉懒惰的坏毛病 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绝对不会让我跟着他受苦 我见老林表情诚恳 也就相信了他 我儿子离婚时 被判给了前夫抚养 因为他带着孩子 所以房子也就留给了前夫 自从离婚之后 我就是租房居住 老林父亲早已病逝 多年来一直和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相依为命 他让我像他一样 住到他老母亲的房子里 说那样就剩下了房租费用 还可以免费吃住 他说自己一生都没怎么工作 都是老母亲养着他 如果我和他结婚 无非就是多天双筷子 没多大事 我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 因为我不赞同啃老的行为 我更不可能和他一起去啃老 我让他婚后搬到我的出租房里 并且房租必须由他来承担 我之所以要让老林承担房租的费用 就是想要逼他一把 让他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努力工作赚钱 以后的生活才会有希望 老林为了能够和我结婚 我说啥他都满口答应 虽然我对他的承诺将信将疑 但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毕竟他脾气很好 这是我最看重的地方 我再也不想和脾气暴虐的男人生活 那样会让我感觉生不如死 既然已经准备结婚 我自然要通知所有的亲朋好友 当了解到老林的实际情况之后 最先跳出来反对的就是我母亲 母亲说老林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还没为自己打拼下一定的物质基础 这种男人根本就依靠不了 他只会成为我的累赘 我并不认同母亲的说法 我和前夫的婚姻就是母亲大力撮合 他说前夫有钱 我嫁给他一定能过人上人的日子 他还找前夫要了不菲的彩礼 导致前夫每次欺负我 都说我是他花钱买来的 就必须任由他打骂 虽然前夫有钱 但都被他捏在手上 我花不到他一毛钱 老林没那么多钱 自然给不了母亲高额的彩礼 也就不会存在我被母亲卖掉的可能 既然老林没给我彩礼钱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他平起平坐 再也不会被他说成是花钱买回来的媳妇 一想到这些 我就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 坚持和老林结了婚 我让老林搬过来和我同住 赶紧找一个糊口的工作 和老林结婚后 我继续在原来打工的地方上班 那里虽然工资不高 但胜在稳定 维持我俩的基本生活 没有一点问题 就这样 我每个月挣着四千左右的工资 即便全部拿出来用在我俩的小家里面 日子依然过得紧紧巴巴 所以我就非常盼望着老林 能够赶快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们经济问题就会立刻迎刃而解 和老林过日子唯一的好处 就是他虽然没挣钱 但是会在家里把饭菜做好 等着我下班回家一起吃 他还主动将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 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虽说这样的日子也能过得去 但我心里一直缺乏安全感 我每个月的收入都是月光 我们两个大活人 没有一点积蓄可不行 万一有个啥意外 有需要用钱的地方 我俩就只能干瞪眼 毫无办法 所以我每天都要给老林上课 让他有种紧迫感 我不断给他灌输挣钱的重要性 想让他赶紧行动起来 哪怕是去扫大街 也比整天待在家里 没有一分钱收入要强 我俩结婚时正是炎热的夏季 他以天气太热为理由 一直不愿意出去找工作 他向我保证 只要天气转凉 他就会马上出去找工作 一秒钟都不耽搁 既然如此 我也只好按捺下交集的心情 等待秋天的到来 然而 秋天都快过完了 老林却依然整天窝在家里 并没半点要出去工作的意思 当我催促他找工作的时候 他又是老调重谈 说冬天即将到来 他说他怕冷 在外面一受冻就会感冒 这样寒冷的天气 绝对不是外出工作的好时机 我眼见他耍无赖 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狠狠撕扯着他的胳膊 准备把他网门卖拖 我使劲把他网门外撵 嘴里还不停地骂 我骂他是一个吃软饭的男人 说我才不会用自己的血汗钱 拿去养男人 如果他再不出去挣钱 就别指望我能让他回来 终于把他撵出去之后 我就狠狠地将门关上 他不停地在外面拍着门 求我让他回去 他说外面实在太冷 他着实有点受不住 他让我放过他 一切都好商量 我听他说话的嗓音都打着颤 明显是在外面被动得瑟瑟发抖 不禁油然产生同情之心 我打开门将他放了进来 看着他瑟瑟发抖的样子 不禁好气又好笑 他宁愿在门外受动 也不愿走出门去找一份工作 自此之后 我终于明白他这辈子都不可能 再出去找工作 他说他母亲一直帮他交着社保 等到六十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 那时候他就绝对不会缺钱用 他今年才五十二岁 等六十岁拿退休金 还有八年 难道这漫长的八年时间 我就一直养着他 我找男人不是要给自己找添堵 我收入不高 虽说从没奢望过花男人的钱 可也从没想过让男人花我的辛苦钱 看着他整天窝在家里 懒得动弹的样子 让我越看越讨厌 我觉得男人就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 如果男人失去了挣钱的功能 那他在家庭里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自从我断定他不可能出去工作之后 就有了想要放弃他 要和他离婚的想法 在我生日的那天晚上 我正式和他提出离婚 我说和他离婚 就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既然我过生日 他没有表示 那我就自己打赏自己 我说只有离开他 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听到我要离婚 就慌了神 他一下子就跪到我面前 说他一定会改 他明天就出去找工作 一定会让我过上好日子 到了第二天 他依然睡到日上三杆才起床 看到他无比慵懒的样子 我彻底对他绝望 我懒得再和他掰扯 直接去法院起诉离婚 他收到法院的传票之后 仍然没有去找工作 他找到我的母亲 像上次跪倒在我面前那样 跪在母亲面前 痛哭流涕 他让母亲劝说 我不要和她离婚 母亲听说我又要离婚 就怒不可遏 他说 我是个不要脸的女人 好女人不会离婚一次又一次 他说如若我再次离婚 她那张老脸就会没地儿割 他让我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说如果我执意要和老林离婚 她就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 让我从此之后都不要再登娘家的门 母亲说我是一个傻女人 她说老林虽然没钱 但她对我很好 很能包容我 她让我再熬上八年 等老林拿到了退休金 我的好日子也就随之到来 她说既然我hold不住前夫 那么就要好好地把握住老林 如若我离婚再找 很可能那个人会比老林还差 那我就永无翻身的可能 我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 认为老林太没能耐 他不仅不能给我带来富足的生活 还总是拖累我 降低我的生活水平 但母亲却不断给我施加压力 逼着我放弃和老林离婚的想法 对于离婚我不得不慎重考虑 毕竟我不想和自己的亲生母亲 反目成仇 闹到绝交的地步 如今的我特别彷徨 不知道应该如何抉择 如果继续和老林过日子 我会心有不甘 如果离婚再找 又担心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 那个人会比老林更差 我就在无翻身之日 结束于 作为一个已经二婚的女人 目前最重要的并不是 马上去结束令你感到不满意的二婚婚姻 而是要认真地审视自己 端正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甘蔗没有两头田 会挣钱的男人 常常会不顾家 顾家的男人 挣钱的能力就会有所欠缺 女人如果希望对方十全十美 请先审视一下自己是否那么完美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和二婚三婚无关 作为女人 一定要有独立的能力 即便男人不能给自己锦上添花 也能保证自己衣食无忧 一段婚姻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需要用一种全新的姿态 去面对全新的生活 一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 足以影响到对方对生活的热爱程度 其实说到底 女人的幸福并不完全来自于婚姻 即便婚姻不能给自己锦上添花 但只要你心中有阳光 就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幸福与快乐 当你放下心中的执念 就会发现对方其实并不总是满身缺点 原来他也有很多可取之处 当你心静了 内心就会变得柔软 就会看到对方的长处 快乐和幸福就会离你越来越近 女儿三十五岁找到了金龟婿 我把女婿劝退了 背后的原因却难以启齿 女儿三十五岁找到了金龟婿 就在大家都恭喜我的时候 为了女儿的幸福 我把女婿劝退了 但是这件事背后的真正原因 我实在难以启齿 对别人说 女儿研究生毕业 就进了研究所 眼看着到了三十五岁 还没有结婚 全家都跟着着急 过完五一 女儿突然提出来 自己要结婚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的第一反应是高兴 紧跟着就觉得不对劲 女儿从来没说过自己谈了对象 怎么突然要结婚 女儿显然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不管家人怎么劝 就是铁了心要结婚 哪怕推迟几个月都不行 没有办法 我们暂时先和女儿的男朋友见面 聊一聊 我们双方家长见了面 女儿男朋友的父母 都是国企退休的老干部 说他们儿子三十八岁 头昏 现在在自主创业 两位老人看起来 也是非常有涵养 未来的女婿全程对女儿又是家菜 又是地水果 看起来非常的无微不至 席间我们并未谈到婚事 男方父亲主动开口说 给女儿二十万彩礼 三十万买车 我并没有吭声 对方是在表态 我们即使满意 也不要太上赶子 但是能看出来 女儿自然对这个男朋友 十分满意 回到家 我问女儿 两人交往了多久 女儿说两个月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虽然两人都过了三十岁 都不是毛毛躁躁的小青年 但是这两个月的时间 真的能完全看清一个人吗 虽然男方父母印象还不错 但是两人认识时间太短 女儿大学毕业后 就在研究所工作 人本身比较单纯 所以我一直没有开口 女儿却不依不饶 天天来找我说 我是单亲母亲 一个人抚养女儿成人 非常不容易 孩子巴搭巴搭 在我面前流着眼泪 说她就中意这个男朋友 我要是反对 她这辈子就不嫁人了 当妈的人 从小把她捧在手心里 怎么忍心 女儿一辈子不嫁 没有办法 我勉强同意了 听见我同意了 女儿挪到我身边 抱住我的脖子 连声谢谢妈妈 女儿高兴 我心里也高兴 我身边有一个关系 要好的姐姐 这么多年 我一个人带孩子 很多时候 遇到困难 都是这个姐姐在帮我 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 女儿定下结婚日期前 我就想着 带着女儿女婿和姐姐 一家吃个饭 恰好那个时候 姐姐在上海工作的 女儿也在家 我带着女儿女婿 姐姐和丈夫 带着女儿和外孙 我们两家人吃了便饭 吃饭的时候 女婿谈吐大方 接人待物有分寸 获得了姐姐和大哥的认同 我心里也是十分满意 却在无意间发现 姐姐的女儿 总是不时地用眼角的余光 贴向我这个女婿 我倒也没有多想 只觉得应该是在观察女婿 吃完饭的第二天 姐姐的女儿说自己 从上海带了礼物 昨天忘了给我 刚好给我送过来 让我到楼下去去 我高兴地答应着就下了楼 到了楼下 姐姐的女儿说 她除了送礼 还有她妈妈交代的事情 需要同我说 我们就找了一个茶秀 准备到茶秀里边喝茶边说 我以为是姐姐有什么事情 烧话过来 结果姐姐女儿说的话 让我整个人当场就不好了 姐姐的女儿说 我的这个女婿 是她大学的师哥 比她大了两届 同一个学院 但是不同的戏 当年这位师哥 在学校特别出名 人帅 功课好 更重要的是 当年这个师哥 和她男朋友的恋爱 因为高调 整个学院都知道 当时 他们是正大光明 不知道是因为时髦 还是因为年轻张扬 听完姐姐女儿的话 再联想到 女儿说他们才认识了三个月 男朋友就向她求婚 还说越快结婚越好 我的心哥灯一下 姐姐的女儿说 她昨天吃饭 看见女儿男朋友的第一眼 就觉得像 回去翻看了QQ空间里 当年他们参加社团活动的照片 还对照了名字 应该八九不离时了 她只是提醒我说 阿姨 毕竟是婚姻大事 您再仔细斟酌斟酌 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家 一时半会都缓不过来 晚上女婿送女儿回家 我试探性地问了 女婿的大学 学校名称和上学的时间 和姐姐女儿说的完全一致 我心里下意识 闪出一个词 同志 我整个人都魂不守舍 女儿叫了好几声 我都没有听见 递给女儿的苹果 女儿没接住 我就放手了 回房间 不小心还撞到了门上 女儿以为我是感冒了 她不知道我心里充满了悲愤和不解 晚上 我躺在床上去 对我心里的疑问找答案 越看心里越害怕 婚姻是他们掩盖真实身份的工具 婚前表现得很正常 婚后就会开始冷落妻子 甚至进行冷暴力 结婚只是为了传宗接待 他们虽然讨厌异性 但是不排斥自己的血脉 很多妻子成了家庭的工具人 有的妻子一辈子都不会发现老公的秘密 有的及时发现 因为孩子也只能忍气吞声 一个女博士 婚后多年才发现 自己婚姻不和谐的原因是 她的老公根本对她没兴趣 她的老公甚至用她的钱去送男朋友礼物 因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这位大学老师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脑子里想的全是女儿会不会被骗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 她这一辈子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我不能坐视不理 我向姐姐的女儿 要了他们当年一起参加活动的照片 拿着照片我就给女儿男朋友打了电话 让她帮我拉个东西回家 拎了满手的东西 在商场门口等着女儿男朋友 她送我回家的路上 我说出了憋在我心中一夜的话 我说出了她大学男朋友的名字 听到名字的那一瞬间 她的脸色瞬间变了 很快她就装作不懂 问我 我也毫不含糊地告诉她 我已经查过了 她以前的事我也知道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她从我女儿身边离开 她把车停在了路边 满脸怀疑地装着问我 她以前的什么事 我五十多岁的人也懒得和她兜圈子 我说我知道 你喜欢交男朋友 而不是异性朋友 我把手机里的照片放到她面前 她瞬间就不说话了 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远离我的女儿 这件事我可以替她保密 如果她不愿意离开我女儿 我就把这件事告诉她的父母 同事甚至朋友 我说你可以想一想 一周后再回答我 说完 我就拎着东西下了车 三天后 我女儿下班回家心情不好 饭都不吃 就进了自己房间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 她才说 自己失恋了 男朋友突然和她分手 打电话不接 人到处都找不到 男朋友说 结婚是一时冲动 自己想了想 还不想结婚 我安慰着她 不合适就别勉强 分了也不一定是坏事 直到这个时候 我心里的石头 才彻底放下 我了解女儿 从小到大都是骄傲的 即使失恋 她的骄傲 也不会让她死皮赖脸 这段恋情 就算是结束了 八月十五的时候 我提了很多礼品 去老姐姐家 她看着我 拎了这么多礼品 还责怪我太客气 我急忙解释道 又不是只送她 还要送大侄女 多亏了大侄女 老姐姐不解地问 应该大侄女孝敬你 怎么还反着来了 我和大侄女相视一笑 了然于心 这件事 我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以前不会 以后也不会 就让她烂在我的肚子里 五零岁的男人 想要后半生安稳 必须做这六件事 很准 五十岁的男人 已经打拼了半生 经历了年轻时的轻狂 也见证了中年的成熟与成长 五十岁的男人 像一杯酒 越品越有韵味 五十岁的男人 像一杯茶 越品越淡雅 五十岁以后的男人 上有老下有小 最是人生沉重的阶段 想要圆满地度过一生 这个阶段 一定要做好一放手 二拒绝 三关注 一放手 放手对子女的管控 男人到了这个岁数 子女基本上 都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 这时候 男人要懂得放手 不要再把孩子 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去管控 更不能利用自己 做家长的权利 来树立威严 这时候 你要做的 就是规划好孩子的道路 用自己的奋斗经验 做例子 引导孩子寻找到 适合自己的路 而不是处处插手 让孩子顺着自己的想法 去生活 二拒绝 拒绝不必要的社交 拒绝 拒绝婚外的情感 所谓拒绝不必要的社交 男人的成功离不开外界的力量 而外界的力量 就是靠朋友的帮衬 所谓朋友多了路好走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年轻时 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图的热闹和机会 那么五十岁以后 就要逐渐地减少这种社交 特别是一些不必要的社交 因为到了这个岁数 没必要再为了取悦别人而存在 更没必要挤到一个格格不入的圈子里 相反选择志趣相投的三五好友 聊聊天喝喝茶 也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所谓拒绝婚外的情感 男人到了五十岁以后 虽然岁数上了些年纪 但是情感依旧很丰富 这个阶段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时候 也是最容易发生婚外感情的年纪 因为婚姻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很平淡了 夫妻感情早就没了激情 如果控制不好 很容易被外界的花花草草所吸引 定力不够的也就步入了婚外情的道路 可是一旦沾上婚外情 很容易身败名裂 辛苦打拼 一辈子从此毁于一旦 而这个阶段再想翻身也很难了 三关注 关注夫妻生活 关注父母生活 关注将来养老问题 关注夫妻生活 此生能够结为夫妻 那是拥有着莫大的缘分 但是要明白婚姻不适 总是恩爱德 要知道也会拥有分歧的时候 而且到了这个岁数 两人的感情已经平淡 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 男人这时候就要多关注夫妻生活 多关注对方的情感 要时不时地制造一些温馨和浪漫 让夫妻的感情越来越融洽 因为只有夫妻才是老年最能依靠的人 关注父母生活 男人到了五十岁 父母基本上已经七八十岁的年纪了 这时候身边也最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可能你会很忙很累 但是不管如何 也不能忽视对老人的关心和关爱 老人健在时 能够在床前尽孝那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幸福 孝敬老人不但是一种品德 也是一个家的好风水 更是世代传承的好家风 关注将来的养老问题 人到了五十岁 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不要再把自己当作年轻人一样去拼搏 要开始关注养老问题了 要多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的体魄 要多关注一些养老模式 提前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把老年生活安排妥当了 晚年才会舒心